好 今天的主播日常呢 我剛在伸懶腰了 抱歉 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這個 好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是腱腹肌 就是專門在練你的腹部 就是練你的腹肌這樣子 然後呢 這是我們家就是買了另一個這個運動產品之後 他們送的喔 那其實這個主要都是我在用的喔 那其實呢 可以換到下一張照片囉 這個就是在做的過程當中 那其實呢 它是就是可以慢慢的增加你的數量 像我以前一開始做的時候是從30下開始 那後面就慢慢的變40下 然後現在是50下 那基本上我除了用腱腹肌之外呢 我到家的時候 因為我有瑜伽墊 我會在自己的房間也會練一些核心喔 因為那種比較動態的啊 像是什麼去跑步啊 打球啊 其實呢 我會不舒服啦 所以我是盡量避免那種比較激烈的運動 所以我大部分是選擇這種比較靜態的 像是就是練核心啊 因為這種其實也很方便 在家裡就可以用的喔 因為像是呢 其實我的皮膚也有很多狀況 我會長尋麻疹 所以昨天其實我這樣拉完之後 你這個手這邊馬上就開始長尋麻疹 然後就會很癢很痛 所以呢 基本上喔 大概50下是我的極限 因為我中間一直放開來 就是手太痛 然後夏天的時候呢 如果是穿短袖短褲就更慘喔 那個做完之後 手啊 手肘這邊啊 還有膝蓋 欸全部都是尋麻疹 我做完第一個動作 就是趕快去冰敷喔 所以呢 這個就是小湯頭你的主播日常好提供給大家 小湯頭的主播日常好提供給大家 主播日常好提供給大家 先看